敏感时刻 日本政客叫嚣将中程导弹部署北海道 西方国家加紧对日拉拢 释放对俄进攻一围 美英秘密培训乌军 煽动乌克兰打击俄本土 为何西方一再助推冲突长期化 领导多国联合军演 密谋波兰派兵入屋 同时放出签证诱惑 对俄多余打压 美身出看不见的黑手 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野博史给大家请来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老师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魏东旭老师 欢迎两位 我们看到日本高官叫嚣要在北海道 部署美军的中程导弹 而西方国家是拉紧日本去加紧挑衅俄罗斯 这会不会招致俄罗斯更严重的反制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英怂恿乌克兰 要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 还在俄罗斯边境要组织大规模军演 这是不是又会推高风险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日本每日新闻4号报道 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佐藤正九表示 应在北海道部署美军中程导弹 以牵制中俄朝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 美国为了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一直试图在印太地区寻找基地 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同时报告还提出一种替代方案 即帮助日本发展射程更远的陆基反舰导弹 领军日媒披露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将于九月至十月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岛上 进行为期两周的联合军事演习 计划将由四千多名军人参加演习 这将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日本领土上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演习 俄副外长穆尔古洛夫对此回应称 美日联合演习内容包括具有潜在攻击性的军事行动 如果日本扩大于美国的海军演习规模 俄将采取回应措施以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 日本广播协会5月5号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防卫项岸信夫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就国际局势举行了会谈 白宫发布声明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月下旬访问韩国和日本 5月5号岸田文雄在访问英国期间声称 明天的东亚可能成为乌克兰 日本还与英国签署了一项新防务协议 互惠准入协定 英国政府表示 英国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订此类协定的欧洲国家 此举将加强英国对印太地区所谓的承诺 5月12号 日本将与欧盟举行定期首脑协商 于前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在东京 接待了来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援助 我们看到日本和美国计划在秋季举行的 这个最大规模的演习 它为什么要选择在北海道举行 另外就是你看 这种对俄罗斯的针对或者说挑衅意味 非常明显的行动 会不会招致俄罗斯更严重的反制 现在针对俄罗斯进行牵制 美国可以说是四处点火 我们都知道在日本的北海道的附近 有一个根式海峡 其实它是美国舰队 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 进入鄂霍茨克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通道 那么在北海道举行演习 那么进攻的意味非常强 那么可以针对俄罗斯的远东兵力进行牵制 那么像日本海上自卫队 包括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 也不排除会利用这个根式海峡 进入到俄罗斯克海 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进行挑衅 甚至不排除针对俄罗斯的这种 海基的核打击力量进行干扰 进行骚扰 所以随着俄乌局势的这种不断变化 不断升级 美国在俄罗斯周边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这种敏感的区域 挑衅的动作越来越多 还要带上它的盟友 像日本 尤其是这个日本自卫队 那么俄罗斯的反制的手段 和防范的措施也会有相应的升级 另外滕老师我们看到 日本的高官叫嚣说要在北海道 部署美军的这个中程导弹 然后很明确说要牵制这个中俄朝这三国 您怎么解读日本的这种言论 另外美国的智库还说 有一种这个替代的方案 如果说美军直接部署的话 去可以帮助日本发展 射程更远的这个陆基的反舰导弹 您怎么评估这样的所谓的替代方案 从现在来看东北亚地区呢 确实在经历一场导弹的军备竞赛 不管是朝鲜 韩国还是日本 那么再加上美国在后面推波助澜 其实这种竞赛呢 已经有多点时间了 那么从日本角度来说的话 他也看清了美国现在在这个地区呢 加强导弹部署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诉求 日本呢 他是想借美国这船出海 那么美国呢 不光是智库 其实美国政府呢 在案里边 名里边 鼓动日本发展 能够这个打击更远的导弹系统 这是他整个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对于一些 部署不进去的国家怎么办 要说这个韩国 韩国它去年在文在寅 总统访美的时候 美国给了韩国一个叫导弹主权 导弹自主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你不能发展 这个800公里上的这个导弹 但现在你可以爱发展多远 就发展多远 表面上看是这些国家实现了导弹主权 但是呢 这些导弹如果说一旦有战斗需要的话 很快会被美军中用 毕竟在西太平洋地区呢 韩国 日本是美国 整个一个作战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我们看到为了配合美军的 这个大规模登陆作战呢 日本的水陆机动团 一直是大量的采购美食装备 然后去按照美军的标准去训练 但是这样的合作 能不能够让日本的两栖作战能力 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小叶 好的 据日媒披露 近年来 日本陆上自卫队 正通过逐年扩大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联合作战训练 以提升水陆两栖作战的熟练程度 全面学习美军 能否让日本两栖作战能力 变得更强大呢 答案或许不这么乐观 我们来看 首先 容易被坑 日本先后从美国采购 58辆AAV7型两栖突击车 共计花费1.49亿美元 单价接近500万美元 是美军同类装备单价的一倍多 相较而言 韩国十年前采购61辆AAV7 和改装42辆老款AAV7 一共只花了1200万美元 此外 日本从美国采购的 MV22的单机采购成本高达1亿美元 比美军自己的采购成本贵了60% 我们再来看 支援不足 AAV7型两栖突击车 航度速度仅为每小时13公里 远低于目前世界主流 两栖登陆车的航速 并且其装甲只能防御 14.5毫米机枪子弹 美军之所以一直沿用 这款落后的装备 在与美军的两栖作战理论 是以垂直登陆为主的立体登陆 背后有着强大的海空军 提供对岸火力支援 显然 自卫队并不具备 这样的体系能力 且不论缺少远程对陆巡航导弹 即便是将十几架 H-64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全部投入火力支援 也远远不够 最后 耽误发展 日本从美国进口两栖作战装备 并没能让其立刻变得更像美军 反而严重地挤占了日本进行相关装备研发的经费 如三菱公司设计的两栖突击车 就因为AEV7的采购而胎死负忠 更重要的是 以上这些项目总计400多亿美元 相当于日本未来十年中 采购经费的10%以上 进一步绑定了对美国的依赖 沙晨 好 谢谢 另外滕老师我们看到 德国总理这个舒尔茨 他的任内首次亚洲之行 首访是选择日本 美国总统拜登也会在5月份访问韩国 包括日本 就是西方国家这么密集地拉拢日本 就未来日本在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当中 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跟日本现在所凑的国际地位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推行大国战略竞争之后 明显提升了要拉升 跟日本跟韩国等 这些盟国之间关系的力度 那德国来说的话 特别是在舒尔茨上台以后 他采取了一种重大的防务政策调整 当然他也希望能够 跟现在比较吃香的日本 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 我觉得跟北约 特别是在整个欧洲地区的防务态势 北约东扩有很大的关系 从现在来看确确实值得我们警惕 因为我们都知道 德国和日本当年都是战争的发起者 给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人 带来极大的创伤和伤害 那么如果是现在继续合流的话 不记得那当年的历史的话 我相信他们在包括 不断地强化军事能力方面 应该说会一路狂奔的 当然了 现在只要服从美国的利益 服从美国整个地区战略的话 它就是会放火归山 但是美国现在这种实用主意猖獗 它更多考虑的是 只要我现在过得舒服 只要我现在能拉帮结派的话 那我就这么干了 那么至于说以后的结果 美国是没有长远打算的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闪电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同时大批的武器援助也运紧了乌克兰 而美国和英国 一直在怂恿乌克兰 要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如果这样的做法一旦成真的话 无疑又会把俄乌冲突 推向一个新的危险的境地 相关情况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日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闪电式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虽然佩洛西仅仅在基辅 停留了三个多小时 但她由此成为俄乌冲突后 到访乌克兰的美方最高级别官员 美国国防部称 美国总统拜登 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 M777榴弹炮中的约80% 及其所使用的 155毫米炮弹中的一半 已经交付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是否将与俄罗斯的冲突 扩大到本国边界之外 由乌克兰决定 据了解 美国正在欧洲培训 100名乌克兰军人 使用榴弹炮系统 英国也透露 正在波兰培训乌军 5月3号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 对乌克兰提供价值 3亿英镑的防御性 军事援助计划 英国武装部队 国务大臣希佩称 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 攻击俄境内目标 不是问题 俄罗斯国防部对此表示 如果英国继续煽动乌克兰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俄方将立即做出同等回应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持续向乌输送武器 实质上是在借代理人 与俄罗斯交战 并警告称 这可能让俄乌冲突 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地时间5月5号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指出 北约一再东扩 在世界范围内 会挑起阵营对抗 制造紧张局势 损人又不利己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东旭 我们先来说一说 美国提供的这个武器 最新的一批 有这个M777的榴弹炮 这是一种超轻型的榴弹炮 它在乌克兰的这种战场上 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针对乌克兰的军火输送 美国在逐步的升级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提供 M777超轻型的榴弹炮 就是因为它使用和操作 非常的简易 不像自行火炮一样 需要漫长的培训周期 如果说乌克兰的一些 炮兵的部队人员 以前使用过升官火炮 可能就是一周的时间 就可以完全地使用 M777超轻型的榴弹炮 它在战场进行部署 也非常的方便 可以使用普通的卡车 对它进行拖带 也可以使用这个中型 或者是重型的直升机 对它进行空中的 这样的一个调运 可以快速地投送到 一线的战场 那么美国它在军火的提供方面 不断地升级 不断地加码 那么这显然是针对俄乌局势 继续地火上浇游 希望双方之间的冲突 不断地升级 那么让乌克兰人流血 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进行削弱 那除了这个武器援助之外 我们看到美英还怂恿乌克兰 说要把这个战火 要延烧到俄罗斯境内 去攻击更多的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如果说大规模的战火 延烧到了俄罗斯境内 这个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 这个是欧美国家的 不断加大了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同样也想着把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作为乌克兰要打击的选择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使俄军 或者是俄罗斯政府首尾难顾 那么极大的牵制 在整个一个战场上的作战行动 所以美国方面和英国等国 它其实都是在下一盘棋 就是把这个局搅得更乱 让俄罗斯深深地陷入到 乌克兰泥潭当中 它这样的话可以保障 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我们看到一直以来的 英国都是跟随美国的步伐 在怂恿乌克兰去攻击更多的 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那么英国不断地拱火 它的用意是什么 在俄欧冲突当中 英国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小叶 好的 一直以来 英国都跟随美国 将反俄行动进行到底 始终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 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 和2018年俄罗斯外交官事件中 英国都站在第一梯队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英国跟随美国 大肆鼓动欧洲多国 加强队伍援助 试图将双方冲突 推向长期化 我们来看 首先 跟着点火 日前 英国外交大臣表示 将会增加国防开支 称西方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 而英国也是最早向乌克兰提供 致命武器的国家之一 据英国国防部最新数据显示 俄乌冲突以来 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 5000枚反坦克导弹 1360份反结构弹药 4.5吨炸药 和5套防空系统 未来相关数字不排除 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半岛电视台便以空前的慷慨 来形容英国向乌军援助的支持力度 在该方面 也只有美国超过了英国 我们再来看 跟着制裁 在美国方面要求制裁俄罗斯以后 英国第一个站出来响应 早在今年2月 英国首相发言人 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 英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 最根本的目的是推翻 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 据统计 截至4月28号 俄共受到9915项制裁 其中有7161项制裁 来自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其中 英国对俄实施的制裁 就占了1124项 仅次于美国的1858项 最后 4月9号 英国首相约翰逊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成为到访基辅的首位西方国家领导人 并且应在对外宣传时 将俄描绘为所谓的邪恶的入侵者 有分析指出 英国在俄乌局势中的种种拱火行为 所图的便是政治利益 即紧随美国的步伐 协助美国完成既定战略目标 进而借助美国力量 维护自身大国地位 实现所谓大陆均衡政策 查诚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我们看到佩洛西这个闪电式的访问 虽然只有短短三个小时 但这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的美方的官员 我们知道之前在中方的严正警告之下 其实佩洛西她原来计划访问台湾地区 这个最后是流产了 而现在把这个信码放到乌克兰身上 美方要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那这次众议院议长 它是美国的三号权利 然后仅次于总统副总统 到基辅来说的话 显然是提供一个支持 那么支持前景的 就是认为在这个地区 美国是有利可图的 而且可以把这个戏码 演得更足一点支持乌克兰 因为从整个一个战略考虑来讲的话 如果说美国在乌克兰失守的话 那就等于在欧洲地区政策的 彻底的失败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顶住 让乌克兰把俄罗斯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 它就可以在这个地匪 腾诺多事件 保护自己在欧洲的相关利益 所以这次佩洛西闪电式的访问 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 给自己做秀 同时呢 也在替美国 特别是替民主党 替拜登政府 在这个乌克兰政策上的一些失误 做一个补偿 正是在佩洛西的代理下 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 所以这一切来讲的话 表面上看全是这个主意 其实接下来的话都是这个生意 我们看到有美军领导的多国的 大规模联合军演呢 在包括波兰在内的九个国家在举行 那么这会不会再次触及 俄罗斯的红线 另外呢 美国在研究放宽 对于俄罗斯高科技专家的签证限制 用签证诱火来挖墙角 那美国为了打压俄罗斯 还采取哪些手段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波兰国防部表示 由美军领导的大规模 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欧洲捍卫者2022 和快速反应2022 于5月1号至5月27号 在包括波兰在内的九个国家举行 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 约18000名士兵 参加上述两项军演 波兰境内将有7000名士兵 及3000件武器装备参演 据称参演的多国部队 由美国陆军第五军负责指挥 演习内容包括长距离战术行军 架桥渡河 实弹射击等多种训练环节 当地时间5月5号 波兰与乌克兰签署了一份 关于支持安全和国防的文件 标志着 由波兰向乌克兰的安全和国防领域 转移特殊技术和支援 买出了重要一步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 谢尔盖·纳雷什金此前表示 根据已有情报 波兰和美国正在制定一项计划 波兰将在没有北约授权的情况下 在乌克兰西部开展行动 随后波方对此予以否认 据韩联社5号报道 韩国国家情报院作为正式会员 加入北约卓越合作网络防御中心 韩国目前已成为首个 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 据了解 网络防御中心起初就是为防御 俄罗斯黑客建立起来的 美国彭博社还报道 美政府正研究放宽 对俄罗斯高科技专家的 赴美签证要求 御用签证诱惑挖走这些专家 另外东西怎么看 在这个时间节点 美军领导的多国的联合演习 在俄罗斯背景举行 当然也包括刚才提到的波兰 这种火上交游会把局势引向什么方向 这两场演习非常的具有针对性 他们是欧洲捍卫者2022 以及快速反应2022 我们看在演习的科目设置当中 有长距离的行军 甚至还有这种架桥的这样的一些科目 这显然是针对乌克兰境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进行大规模的这种部队调动 或者是长距离的行军 进行这样的一个演练 那么如果说波兰真正是派出了 这个军事的人员 或者说这个成建制的作战部队 进入到了乌克兰的西部 那么这会成为冷战结束以来 俄罗斯和北约之间 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因为这里面呢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冲突可能 一个就是反导系统的构建 爱国者三反导系统 需不需要跟着波军 进行这种共同的进驻 那么后续可能会有更多 咄咄逼人的动作 那么俄罗斯 它此前已经划设了 自己的底线和红线 那么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冲突的风险就会进一步的升级 我们看到的美国借着的欧冲突 是不遗余力地想拖垮俄罗斯 一方面给乌克兰输送大量的武器装备 另外一方面呢 利用盟友去打压俄罗斯 同时还把看不见的黑手伸向俄罗斯 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带来这方面的详细介绍 小叶 好的 在此次的俄乌冲突中 美国除了在背后运用各种手段 打压俄罗斯支援乌克兰 更是在看不见的领域 亲自下场发动暗战 我们来看 首先 网络科技战 今日美高官公开承认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网络司令部开展了 额外的前出狩猎行动 帮助乌克兰强化网络防御 日前 美国网络司令部 还针对额乌冲突与立陶宛网络部队 开展了第二项 为期三个月的前出狩猎任务 据了解 截至2022年5月 美国网络司令部 已在全球16个国家 开展了28次前出狩猎行动 其中包括爱沙尼亚 立陶宛 黑山 北马其顿和乌克兰 另外 在美政府压力下 以多家互联网国际运营商为首的 美国公司对额发起了断网行动 全力制裁和封杀额海外媒体 我们再来看 间谍情报战 据媒体报道 自2月下旬以来 美欧多国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 宣布驱逐百余名额外交官 但实际上美方正以各种手段 来试出吸引潜在间谍 美媒曾报道称 美国联邦调查局 正在俄罗斯大使馆附近 寻找对额心怀不满的潜在间谍 将社交媒体广告 瞄准定位于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 及其附近的手机 此外 美国中央情报局 5月1号发布了一份 关于俄罗斯人如何使用加密渠道 秘密地向该机构网站提供信息的说明 从而确保潜在的告密者 不会被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发现 最后 人才争夺战 据俄媒报道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四周里 俄罗斯电子通信行业 已经有5至7万名人员 离开了俄罗斯 之后可能还有7到10万名IT人员 选择离开俄罗斯 俄罗斯正面临人才大量流失的风险 美国白宫日前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提案 即取消俄罗斯专业人士 申请就业签证必须有现任雇主的规定 并称这份提案将适用于 在美国或海外获得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俄罗斯公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证实 此举只在短期内削弱俄方高科技资源 从长远来看削弱俄罗斯的创新人才基础 沙晨 好 谢谢 唐老师怎么看美国出的这招 就是签证诱惑 去挖这个俄罗斯高科技专家的这个墙角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从现在来看的话 这是挖人墙角 确实趁火打劫的一种表现 这并不是第一次 因为从俄罗斯的爆发以来 那么美国带的至少四六国家 82个国际组织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 而这制裁当中能够达成一致的 就所有的欧美国家一致同意 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和制裁的 就是科技领域 就是脱钩 现在的科技领域已经彻底的完结 那么这个时候再把俄罗斯的科学家 通过这种签证诱惑拉到美国去 它不一定是给他们一定的工作机会 就业机会 它主要是通过这种时间的拉长距离 那么这些科技家自飞武功 它其实是包含着政治非常明确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 来在科技领域 向俄罗斯施加影响和压力 从而拖垮俄罗斯的科技发展 好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精彩点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从俄欧冲突发展到现在 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说是背后的头号推手 那美国希望在它可控的范围之内 把冲突的烈度不断地推高 因为它认为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出这反映出了美国 对于霸权衰落的焦虑 那美国这种和和平背道而驰的做法 最终必将反噬自身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